以共同命運、共同行動、共同發展為主題的 布奧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3月29日閉幕 布奧亞洲論壇秘書長李寶東在閉幕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對多邊主義和全球化的堅定支持是本屆年會最重要的成果 李寶東表示本屆年會是在世界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國際和地區形勢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舉行的 與會的各國領導人和企業界代表 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重申了對全球化、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支持 呼籲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開放、改革、創新、合作是各場會議頻頻出現的一個關鍵詞 我們聽到的最多的就是大家希望能夠維護多邊主義 能夠走共同發展的道路 李寶東表示 與會嘉賓的共識是 要加強國際合作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要持之不懈地推動結構性改革、追求發展的質量 要通過技術創新、流程創新、機制創新、觀念創新驅動經濟發展 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 亞洲各國要同舟共計、攜手實現共同發展 各方要協力維護和平發展大環境、協力提升區域一體化水平、協力構建創新發展新格局 據介紹 除了思想成果之外 論壇還收穫了具體成果 今年年會期間 博敖亞洲論壇發布了四份旗艦報告 首次舉辦分論壇探討安全防控與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話題 博敖亞洲論壇和聯合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雙方致力於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